诸位 这是我们这次课的最后一节 我讲了半天公寓美术史 但是说句实话 我对南北朝以前没有研究 对南北朝以前我的知识是比较少的 这以后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再往以后的时间 从这一段到语言 我们会说的比较多 先来说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先后将近四百年 时间很长 如果是从朝代说 隋唐和五代 其中唐是我们讲述的中心 原因一个是因为唐的时间最长 而且它时间居中 但是更要紧的是什么 唐的成就最高 影响最大 所以我们的讲述是以唐为主的 唐的时间也很长 一共前前后后将近三百年 把这个唐怎么划分 我有一个做法 就是分成两期 前期是指的是755年以前 从756年开始是后期 这个分析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事件 在公元的755年的岁尾发生了 这是著名的暗示之传 暗示之传对于中国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它不仅仅是大唐王朝 由盛而衰的一个关键 而且它带来了工艺美术的种种变化 直接体现于工艺美术的 有两个要紧因素 一个就是和西方的交流的情况 就是在公元755年以前 中国和西方来往比较多 在公元755年以后 中国和西方来往比较少 再有一个 就是主要的产区的转移 在以前主要是黄河的中山游地区 再以后 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发展 对这个情况 要稍微的多的作效解说 先说前面那一个 和西方交流的情况 我们常说唐和国外 和西方世界来往很多 但是和西方世界来往多 能够主要影响中国的 是来自于西方 在这处的西方 有几个大的国家 或者是文明地区 一个是萨山波斯 这是在伊朗 就是波斯的萨山王朝 再一个是大石 大石在公元77的中期 灭了萨山波斯 然后势力一直向东发展 和唐 结养 再一个是弗林 这是古代的说法 现在说 如果是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名词 东罗马 拜占庭 说到这里 这是三个当年西方的三个大的文明地区 再有一个就是中亚 为什么要说中亚 因为中亚它正好是在四处之路中间 南来北往都要经过中亚 而且中亚当地本身既有很高水平的功名书制作 而且这里的人还有特别高的经商的天赋 在唐代的官府违线里面 几次进入过这样的事情 中亚有一个国家叫做康国 康国是在中亚的中间 而且这国家是比较大的 他是中亚各国的一个榜样 康国的地方现在就在乌斯比克斯坦的撒马尔干 康国的小孩生下来以后 他妈就往他嘴里塞一块蜜 叫石蜜 他爹娘就往他手里放一块胶 叫明胶 干嘛呢 有目的 希望以后他做买卖的 在他以后的商旅生涯里边 他口吐干颜 嘴里不含着蜜吗 说出来的全天言蜜语 好让你买他的货 手里有胶 抓着钱就不撒手 这个事情肯定荒唐 但是他居然能够出现在这个时候的官府门线里边 说明的是什么呢 唐人一定是对中亚人的他们的经商天赋有深刻的了解 靠着这些商人 他们把西方的东西带来 在中国 在中国的西北 他们有大批的聚集 而且他们还能够自己生产 他们带来的商品 他们的产品 本身都会打上明确的中亚的印记 这样中亚这个地区也很重要 由于这个时候和西方联系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的工艺美术 特别是那些高级的制品 经常和西方有联系 在造型上 在装饰上 在工艺手法上 不过这个情况和暗示之乱 暗示之乱就一发生 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 暗示之乱 它一乱起来 就开始导致到这么一个情况的出现 在以前 中国的西北是不安宁的 不过唐政府很强大 它能够通过政治 特别是通过军事手段 能够保证四处制度的畅冲 现在暗示之乱一起来 安禄山死民就一造反 就逼得唐王朝 要请全力和这个叛军们作战 就没有力量去进行西北 这样就导致西北南边的西藏 清凯这一代的藏族人 土坡人 他们崛起了 土坡这个地方 一要发展 叫往北发展 一往北发展 就截断了河西走廊 截断了河西走廊 就掐断了四处之路 当时中国和西方可以有多种路线联系 可是西北是最要紧的 当时比如说还有海陆 海陆现在看起来很容易 当年是很难的 当时的东方航海事业 根本就不发达 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人物 就是建征和尚 建征和尚怎么有名 他本身浮血噪音很高 可是他的噪音高 是跟什么有意义 还有一些另一事 他的坚人 他多次的去日本 最后终于去城 去城都已经是个瞎子了 他去日本去了好几次 从扬州上船 日本在东边 一走 走到了福州 再一上船 以后回来 他去不着再回来 再去 一会走到了海南岛 最后 钱征和尚综走城了 可是当时 他是搭着人家浅尚史的船走的 他这个船到了日本 浅尚大使 那个是船的长官 他船到了越南 那时候航海 根本没有保障 所以中西交流 走海路是行不通的 四处之中一断 中国和西方的联系的 自然就减少了 当然 中国和西方的交流的减少 海天是一个重要的情况 就是对湖人 就是对西方人 对西北人 他们的 就是对他们的感情 在中国人心里有了变化 安史之乱 作乱的两个人物 安禄山史自尼 他们本身 都有湖人的背景 一看是姓氏 姓安的 姓氏的 一看就是中亚姓 他们俩都有一半的中亚血统 叛军给中国造成 中大伤害的叛乱 和湖人有关系 这样中国人 在安史之乱以后 对西方的兴趣 也在逐渐的衰减 这个就导致了 中国的工艺美术 在安史之乱以后 和西方的联系 在逐渐的减少 这是第一个 和西方的交流的多广 再一个就是产区的转移 在中国 长期的中心 是在黄河的中西海游地区 在安史之乱以前 这里也是中国的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心 安史之乱一起来 情况有了变化 它乱的 主要就是这个地区 而且一乱八年 导致这个地方的经济 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生产变得萎靡 而且有大量的工匠 向南边去逃命 逃往的主要地区 就是江南 这样就直接的促进了江南的手工业的发展 使得以前的黄河中海游地区 这里是工艺美术的主产区 就这么一个格局有了变化 无约具体的地位在不断的上升 这个就导致了工艺美术面貌的变化 因为工艺美术它的生产总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风土和当地的民情之间的关系 所以各个地方产品的面貌是不一样的 其实唐代前后期的工艺美术的面貌的变化 和产地有最直接的关系 除去长江下游地区 除去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 这个时候还有两个大地方 一个是扬州 一个是益州 扬州我们知道 就在长江边上 扬州的要紧是在于什么 这里是长江和玉河的交汇点 是当时交通特别发达的地区 交通发达 经济就发达 经济发达 文化也发达 这里是当时最富庶的一个地方 工艺美术 是做水平也很高 再一个就是益州 这指的是成都 这一代是古来的一个中国高档制作的一个中心 这个时候的工艺美术生产 官府主要是烧福建在管理 烧福建下面有五个属 中上 左上 右上 知染 长野 他们生产着除去陶瓷以外的所有的工艺美术品 官府的皇家的产品主要是由这里出产 烧福建以外 还有一个机构也比较要紧 就是江作建 说起来江作建主要是做建筑的 给皇家给政府做建筑 不过他不管是做阳间的建筑 还做阴间的建筑 比如说灵墓 灵归他修 以及大墓归他建 在江作建筑下面有一个属叫真观属 真观属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 这里是造上葬名气的 在那个时候上葬名气里边包含了一个重要品类 三采 三采应该是真观属的产品 此外 在当时的中央政府 在当时的宫廷 还有一些海写机构 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就不说了 刚才说的这些 刚才说的这些是中央性的 海写是地方性的 地方性的官府作坊 在数量上看 从产品的门类上看 是以中作坊居多的 他们的设置往往是这样 根据当地的物产 根据当地的记忆的情况 如果这个地方产的这种原料比较多 当地造的东西造的比较好 那么在这里设一个作坊 在那个时候 官府作坊以后也是这样 主要是地方性的官府作坊 主要是丝组作坊 民间作坊 在这个时候数量也很多 有一些是家庭性质的 城市里比较多 乡村里也有 在城市里边 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作坊 产品的情况 已经大致说过了 再说一下中心的情况 当时工艺美术生产是有中心的 除去陶瓷以外 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生产中心 都是和大城市有最密切的关系 这是因为什么呢 城市里边不仅是居住的比较多的人 而且经济比较发达 当地商业也比较发达 当地的手工制作也比较发达 所以除去陶瓷以外 所有的大城市 都是重要的工艺美术的中心 做工艺美术 有一个最难的事 尽管工艺美术的历史很长 尽管这个时候 中国的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成就很辉煌 不过我们知道的著名任务特别少 可是这个时代居然是一个例外 在这个时代 有两个人物 都是重要的工艺美术人物 他对当时的 甚至以后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是何筹 这是一个从北州的后期 一直到长出的一个著名的工艺美术家 他祖籍应该是在中央 做工艺美术 他有两个重要的成就 他长期主持着中央的官府制作 他做的两个产品很有意义 一个 他是现在我们知道的 中国制造织筋锦的第一个人 就是锦 花纹是用筋线制出来的 所谓的制筋锦 他是第一个人 在隋的时候 波斯献来了一个金线锦袍 他访到波斯这个金线锦袍 也做了一个金线锦袍 史书上说 他做的那个东西 比西方那个还要漂亮 这是一个事 这是他访西方 再一个就是用律词来仿玻璃 史书上记录的是流利 不过这个流利 我们认为应该是玻璃 据说效果很相似 我们知道当时的玻璃 好玻璃都是产自西方的 这个事又和西方有关 这也可以证明 在那个时代 中国上层对西方的文明 有多么的可目 当然这个情况 你和何愁本人是有关系的 何先生 他的祖先 就是中亚人 再一个人比何愁还要重要 就是斗斯伦 这是唐朝初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丝绸纹样的设计家 当年他被皇家派到成都去主持工程的制作 他设计出了一批纹样 这批纹样是在当时的高级丝绸上 比如说瑞锦 比如说宫临上 说这 史书书乱记录 都说这些文样 张彩奇力 指的是 他的花纹 配色都和以前不一样 而且很漂亮 这些文样 文献记录有这么四个 一个是对质 这是斗野鸡 就是对称的野鸡 而斗羊 就是两个羊打架 还有飞翔的凤凰 还有在天空上游走的麒麟或者是龙 提到的四个文样 有两个事值得我们重视 四个文样里边 这四个文样 首先都是动物文样 再有一个 这四个文样里边 至少两个是对称的 对质 肯定对称 斗羊 也肯定对称 因为一个羊肯定不打 三个羊也不打 两羊才打 降凤游林 可能对称 也可能不对称 这样我们得到的知识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高级文样 他的题材是动物文为主的 构图方式经常是对称的 多数伦他本人有很高的地位 当过次使 而且这个人他早年是和李世民有关系 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 他也活得很开心 那时候有官职 还可能有爵位 给他分个爵位 分的爵位叫做凌羊公 以后 就把他设计的文样 称作凌羊公样 凌羊公样 在唐代流行了很长时间 到了97中期 据说还有 好